不可能说是存在这种情况 也不是说都是这种情况 首先说我们建立这个家长群 它积极的一面还是更大的 因为我们的教育 我们说是要建立这个学校 家长社会的共寓 每一方都离不开 特别是对于幼儿园 小学初中这些阶段来讲 它家庭教育更为重要 所以我们要如何发挥家长和学校互动 共同来把孩子有针对性的教育好 实际上主要是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现在有些变位 这个变位可能 这个改变是需要我们管理部门 需要我们家长 需要我们学校来共同为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